我们看到柯文哲用这种理由来说 或者是用这个比喻来说 他自己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没有要胜出的决心 他只是要顶组合三 那么只有选一组合三 哪来得顶组合三呢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柯文哲 显然他在整个生存上 他可能要另找策略了 也就是说柯文哲 他几乎是笃定的 不可能当选 现在只剩两周多一点的时间 柯文哲难道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绝地重生吗 事实上真的难 而且他自己似乎 也没有这种雄心壮志 为什么呢 他自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一个三国时代 什么叫三国时代 他在说什么呢 大家听听看 他所谓三国时代 他等同于在说 他自己是刘备了 也就是说他是四处 拿了他个人的一面小招牌 四处东靠牌西靠牌 我们算是三国研一的刘备 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影视剧里面 连续剧里面的新三国 你可以好好数一数 刘备靠过多少人 靠的人数量可多了 而这些靠的过程里面 最后好多都被他给靠倒了 靠倒之后 大家看看刘备最后是什么个结局 还真不简单 他靠了这么多人 刘备最后竟然还拿到了一个整个四川本地 也就是所谓的益州 这样他就等于有了一个天赋之果 而且一手难攻 那就是由深累高降 让大家不好给攻进去 果不其然 他拿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后头保了几十年 他跟他的儿子的快乐时光 虽然他儿子最后还是被拎了出来 在司马昭的这个统领之下 但是他儿子由于性格上非常独特 所以还活过了司马昭 一直到司马岩时代 他儿子才过世 那么也算 他儿子算是一样贴年 又活到六十多岁 因为整个汉朝从高祖刘邦开始 能到六十多岁都不容易了 即便是汉武帝 其实满打满算也只有六十九岁 换言之 这个蜀汉昭烈帝的儿子 还真的不简单 这个刘后祖是真的算个不容易的人 但是你如果没有蜀汉这个地牌的话 那就不可能让这个刘禅可以够活到这么久 我们今天再回头来对照一下 今天所看到的柯文哲 他自诩是刘备 虽然他没把刘备两个字说出来 但是他却用了三个这个点 等同于暗示大家 这个赖清德是朝魏 而现在的国民党变成是江东的孙权的政权 这样的比喻恰当不恰当 你如果用选票的比例来说 民进党现在预估是五百五十万票 国民党预估是四百五十万票 那么这样的比例是差不多了 也就是朝魏和当时候的江东孙权 大概比例上也是五五对四 好 那么如果再比上一个益州牧 也就是说这位左将军再把他放上去呢 如果刘备这边再放上去 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呢 还真的可以说 大致上就是五百五对四百五再比三百了 因为益州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小 事实上满打满身 当时候的益州的总人口 还真的到不了三百万 而当时候的江北跟江南 也就是跨江而至的情况下 大约那个数字 可能还真的正好是五百五十万对四百五十万的作用 那么现在这种比喻 其实还不是真的不伦不类 在人口数据上 还真的十分相近 但是当我们看到客观者用这种理由来说 或者是这个比喻来说 他自己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没有要胜选的决心 他只是要顶竹和三 那么只有选一组人 哪来顶竹和三呢 那当然他只能到立法院 或者是以政治团体的方式来顶竹和三 那么这个政团怎么样可以顶竹和三呢 老实说是在一百一十三协立委里面 你要去做刚才的五四三的比例 也就是总共你把它区分成十二分 你能拿到三分你才叫顶竹而三 现在一百一十三 满打满算 你要拿到三分之一 你少说怎么样要三十席吧 但是这次客观者可不可能在立法院拿到三十席呢 那是保证一千万个不可能 因为他在十一席的区立委的提名 几乎是会挂零 就算他好运 打中了一两席 那么也就是一两席 再加上他的所谓的不分区 别忘了不分区立委 总共只有三十四席 三十四席里面 国民党加民进党 可能就拿走了至少二十八席 好吧 我们再算第一点 他拿走二十六席 剩下八席交给你民众党 那么你八席再加两席 顶多也是十席 所以这次大家认为 民众党在立法院呢 顶多是拿到十个席次 这样一来 十席去对上人家的 五十多席跟四十多席 您觉得这还算是顶足二三吗 我们可不这样认为 他变成只是一个相对 比较有规模的小政党而已 他连当时候的公元两千年 那时候的宋楚瑜 都不能相提并论 当时候宋楚瑜啊 别忘了哦 人家呀 他的亲民党 可是最多拥有 四十六席的立法委员呢 这样一来 大家马上明白了 人家的宋楚瑜 当时候的比例 是绝对和现在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的 那柯文哲这种比喻啊 只不过是想让大家觉得 他好像四号人物 而应该可以活下来 如实而已 那他还有什么别的策略吗 事实上我们还真的很难听他找到 因为呢 他连使用的钱财啊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突破台币两个亿了 从来选大选 只花这么少钱呢 看起来 柯文哲 还真算第一个 宋楚瑜人家至少选了六回 每一回花的钱 都远远在这个数字之上 所以我们等同于得到一个答案 柯文哲 他唯一的贡献 就是创造了 在台湾选大位的时候 用不着花太多的钱 感谢你的收看 我先摆下来 我先摆下来 那之前 我先摆下来 想摆下来 那边 我先摆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